她從出生就有2200公斤 她這幾個月這樣下來 都是大概3公斤 虐待 一歲女嬰僅3公斤 父母怎麼說 都一歲了 怎麼只有3公斤還皮包骨 就是她的那個 從二越是越到喉嚨 就是用那個特殊奶瓶 那個是比較軟的那一種 OK 是會吸入到空氣 所以氣出不來 就會導致嘔吐 她就是用噴的那一種 不是說慢慢流的 她很痛苦我們也很痛苦 女嬰母親只肯在門口 坎坎而談否認虐待 我們做父母的很擔心 我們有去臨口腸跟醫院 就以每一個科目都去給她做 她更不愛這個小孩 我跟你講 我們不會說中跑西跑 但小女嬰的問題是 瘀青 燙傷 脫水 乳內出血 腦漿碎如豆花 這有怎麼解釋 我們怎麼跟法官講的 啊 講的都講的 我們也算是懲罰 沒有必要跟社會大陸懲罰 突發中心就交給法官定奪 報導